所以也希望老师给我一些建议 然后我个人的喜好是 比较喜好营销这方面的知识 谢谢大家 你好 你这名字有点意思 四个字的名字 不许问我是哪个人 我没问你是哪个人 太好了 你不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对啊 就是你这个 你起的那个名字吗 阿成名 阿成名 他刚才起六个字更不成功 单六个字考试的时候不占优势 好 这个中瑞酒店管理学院 听着很高大上的学校 是吧 是挺高大上的 在哪啊 大兴 专业学的酒店管理 不是 你学的英语 对 就挺学渣的 挺学渣的 为什么你说你自己感兴趣的是市场营销呢 因为感觉各方面都离不开营销 然后我觉得任何产业 如果能把营销做好 那都是非常厉害的 大学期间有什么工作经历 大二就是学校出去实习 在一家五星级酒店 是那个酒店的小催催 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客人有什么问题 客人要什么 我就赶紧跑上去 不管多玩 而且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或是 然后感觉 收获也还是挺大的 有什么特别棘手的事情你遇到过的 某一天 一个非常晴朗的天空 然后一个男的 他在酒店住得好好的 一个女的过来打电话 就是打到我实习那个部门 说我要查一下那个什么什么先生住在哪间房 你酒店就问了 说那你要提问这个先生的手机号 他说全都说对了 身份证也说对了 说那我们要打电话 询问他一下 是不是让你进来 因为他是心急的 他要确保客人的安全 那个男的 别 不要让他进来 给我15分钟 然后我们就说 那小姐你不能进去 因为五星级酒店 他是要刷卡 然后才能按楼层 说小姐你不能进去 说先生不让 先生说你要你等 我不等 我凭什么要等 我都报对信息了 你为什么不让我等 凭什么 结果那男的 其实不到15分钟 5分钟搞定 说让他上来吧 那男的说我不去了 有什么意义啊 你们前代就是故意拦我 我要跟你们打场吧 那这个时候 就你作为一个职业的人士来说 酒店的员工来说 你这样做 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但如果作为一个女性来说 你内心如何感想 你是个女性 你应该理解她的感受 说实话 我当时觉得 这么泼铺 有点那个哈 你的意思是说 你的意思是说 你不帮理 不是不帮理 她是受害者吗 她那样的情绪激动 是可以原谅的 我觉得女性 其实毕竟不是强者 柔能克刚 还是要学会一点 女性基本的生存值 道行很深 另外编导说 你会看手相是吗 哎呀 来给我看看 给她看看 左手先天 右手后天 到底看什么 右手吧 你视野很好 还有呢 这还用看啊 对啊 我可以看看你的 哪个 对比一下吗 不用看 你看她 你还要看什么呀 看她的感情 什么时候能当上市公司 老总啊 发财啊 什么时候那些 太累了 中国足球队总教练 人各有命 哎 基本上我明白 但是现在已经很好 现在已经 我其实挺知足的 看她拍肩膀的一下 严小姐 我跟你讲一下 看手相的时候 切记拍人家的肩膀 尤其拍男时的肩膀 过去拍她一下 记住 我觉得她不太喜欢 被我拍 我不喜欢被任何人拍 对对对 这个小姑娘的基本面 就是这个样子 不过呢 我现在觉得她有点深 一开始觉得挺简单 其实她挺简单 是吗 挺简单的 其实她是装身 是吧 其实不深 来 你看看这12个老板 哪个今天可能跟你 没什么缘分的 你灭了她这点灯 我其实一开始就想好了 说吧 我想灭那个高级定制 高级定制 刘雅雯 好 好 雅同 谢谢 旁边消息 余下的谁比老板 考虑一下 是否留灯 请选择 你还不够快 恭喜小元 有十家企业留灯 接下来进入 天生活的财 我要问一下 就是因为要看到真功夫 还是要看到她对自己的理解 就是你知道你今天要到台上来 在塑造自己的整体的时候 你怎么塑造的 然后这个塑造你期待的表达是什么 就从头发到衣服到鞋子 你完整的说一遍就懂 我就知道你这一块的功夫如何了 一开始我喜欢很多奢侈衣服 有特别正式的 不符合我的年龄 所以就选择一个很随意 感觉上比较接地气吧 然后其次是白色吗 因为我不想让人觉得我好侵略性 我本身也不是那样的人 现在给你的问题就是 你通过通过用营销的这个概念 来批判一下图磊老师今天的着装 说吧大胆的说没关系啊 就是穿这种花的衣服感觉就是 非常的性格强 性格强 但是就感觉很怪才你知道吧 别人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也不知道你下一句会说出来是什么 怎么样 还行还行 我觉得说的虽然不是很准确 但是接近那个接近那个表达 对 我补一个问题就是 你能讲一下什么是营销吗 对 我认为的营销就是运用各种合适的手段 向我们的客户介绍我们的产品和理念 传达信息 我们卖产品重要 然后营销出来我们的企业产品的理念 可能更重要 若瑞老师给一个评价 还行啊 还行啊 谢谢老师给我面子 因为他毕竟是这么这么这么刚刚出来爱十来岁的小孩子们 能说出来已经很很不容易了 因为意思是对的 意思是对的 营销本来是非常复杂的 我跟你讲 你要是个男孩打这题啊 估计就没什么好评了 就劈头盖脸一团一团啊 他站那个优势的长得像小金莉一样 特别可爱 你不会太太太下重手 小妍这里 谢谢啊 我在不断的观察 我就在觉得你好像什么都特别好 然后呢 也挺讨人喜欢的 可是我总觉得 你有一种 讲难听点 有一种好像戴着面具跟我们交流 比如说你的肢体动作 你来不来就会说 就很不自觉的就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故意摆上去的 不是说你的习惯 不是说你的习惯 你是故意摆上去 然后又故意摸头摸脸 他他其实他没有自信 然后特别装的自己好像没有自信 四敏他回答 四敏老师 我确实不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 因为我站在这面对这么多人 我确实有点紧张 而我这些动作也是出于我心里下意识的一个反应 因为我确实害怕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从头看到我呀 我很认真的在看你 我就是越看你越像那个电影 新龙门客栈里边那老板娘 就张曼玉演的那个 金香玉 金香玉 对 就是你给人感觉很油 然后你对你身边 就包括黄老师也好 你对所有身边的男人之后 你没有那种二十三岁的小女生 这个女人为什么要为难女人呢 做一个男生 不不不不 我今天对你的表现 很真实 我觉得你是装出来的 我就是想说这个 就是他的那种成熟是装出来的 对 所以感觉 你是用这个来保护自己吗 老师 我第一是没觉得 我今天有多成熟 我觉得二十三岁 这只是我课程里面 我来说一句 我来说一句 说一句比较重要的 我关注的最重要的一个细节 最重要的一个细节 就是他在 我跟他说 他依附对话的过程当中 这是所有的 做这么多期以来 我没有看到的一个好东西 就是很多孩子上来 都要刻意表现自己的不凡 他是要在追求自己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并把普通围绕在自己身边的 一个生活性的表达 而不是一个 舞台性的表达和职业性的表达 我们看错了这个维度 你知道吧 他是尽可能想自己 还原到生活状态 而不是一个表演状态 我就从头到尾 我希望看到他的一种 体现出他真实的感觉 就是所谓的真实 因为今天是面试 我们最想知道他真实的感觉 然后给他一个适当的职务 周老师看到的东西 也是我看到的 这个女孩子呢 把自己放得很低 其实是步步的以退为进 如果我真的害怕的话 我会更加的真诚 打开自己谦虚的 来听听你们 给我些什么样的建议 而她呢 把自己放低的目的呢 其实是以退为进的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 对他的判断 都有自己的角度 确实我们也都在宽传 他像个谜一样 其实他上来的时候 我不认为他很低调 我觉得他还挺张扬的 小女汉子的状 其实走着走着走着 发现他内心 其实有个很敏感的小女生 我一定要把这段说完 我觉得是这样 小言你看啊 我就觉得 你没有凸显出你的性格 我觉得很遗憾 其实你是一个 有性格的小女生 那你为什么不把 你的真性情表露出来 而用一些云里雾里的东西 这样子呢 其实我是为你着急 不需要这样做 明白吗 老师 我觉得 适当的表现性格 在合设场合是对的 但是在一个公众传媒场合 我也见过您的节目 您说过 这是一个公众传媒 对 太个性张扬 或者张扬跋扈 我觉得是不礼貌的行为 而斯敏文化 是教人礼貌的 你回击这个 斯敏老师这段话 你想表述什么的 对啊 没关系 因为刚才我突然看到 你出现一点力气 因为我觉得 你不要回答了 因为你刚才这个攻击性是减分的 你这一块是攻击性减分 我觉得你刚才这句 不是 不仅仅是刚才你回复 有斯敏老师 我觉得为你刚才这句话 你应该跟斯敏老师小小的道个歉 道歉 对对的 你非常应该 对不起但是 他顶多就是建议你多了 你觉得不需要 你觉得不需要吗 那你就有个更正 无则加冕就完了 这个姿态和出发点就是错的 你做了好多错的事 你根本都看不出来 实习生应该用什么样的立场 和什么样的姿态说话 说什么 不该说什么 应该给自己有一点规范的 如果我是实习生 我就不会站那拍黄老师 下来如果你愿意拍一下 他愿意接受 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觉得挺为难的 斯敏老师首先确实抱歉 我刚刚接受您意见的时候 可能态度有一点问题 真的对不起 然后其次是 大家一直在讨论我装不装 我低姿态说我装 我高姿态也说 我就很难 不知道这个不装的定义 到底是什么呀 有没有人教教我 我在以后也会避免一下 刚才那一下挺有笑的 因为其实真正表露了 你潜在的性格 因为我在黑暗里面观察 这个我觉得小妍 是一个特别真实的人 刚才一上来 几分钟我就跟沈东军说 我说特别适合做朋友 这个我觉得他表现很自然 而且很容易拉近和别人的距离 他拍不拍这个建祥 完全取决于他到时的判断 我拍这一下建祥会不会觉得我很突兀 那判断肯定是可以拍的 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而且他刚才拍他的手是在看一像 开玩笑的 我觉得男老板 都心里都会护着他 但是说实在我面试这么多人了 没人拍过我 你面 谁在面试都敢拍我 我觉得啊 我会给他留灯 我会给他笑招 但是这件事咱不能忽悠别人 你也不会让你来的 这不是护着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是护着 那以后来个面试就调一下 你从来到他拍 他是什么情况下拍的 他不是这样把紧说话的拍的 他本来就拍完一张 他都不想拍 但是我们承认给别人是随意的信息 对吧 他本来就开始拍了 我跟你讲 他绝对是错的 你怎么可能说去面试跟面试 我把它拍一下 那面试的时候 没有基本的 你直接把人揪坏了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他问题是你拍什么情况下拍 我刚刚讲了五分手像 都别吵 都别吵 是因为我让他看手像 本来你的开玩笑 这个环境 这个环节上 它不是一个面试的对话环节 你给我看手像吧 那么这个拍一下什么的 如果我们在讨论职业问题之后 你拍一下是很不受的 但就很轻调了 别吵了 别吵了 我觉得在很多问题上 大家可以保留各自的意见 别吵了 考虑一下 为不为他留灯 自己有没有合适岗位 请选择 好 最后的表演 还有新加鞋额当 岗位和地点 从小庄这里开始 我们信仰到给你的职位 是我们的集团的市场移交部的 就是实习生 我们能够提供的岗位 是在品牌市场部 好 陈浩 我给你是我们集团 江峰事业部管理评论生 这么一个岗位 叶峰 骞子 开飞机 因为你准备的岗位 是市场专员 那我给你的工作岗位 是北京的市场专员 实习生 好 庄建华 科沃斯机器人给你提供的是 市场营销部的专员 杜子健 到华裔大概你只能做 最普通最普通的营销编辑 所以也能给你留一个实习感在那里 然后呢 我支持你到在座的 所有的公司里去工作 然后可以免费到华裔 学一些营销的基础知识 好吧 地点北京 好 有什么要问的 没有 那考虑一下 走过去 被灭灯其中的五盏灯 留两盏 好 请被灭灯的几位罗里 老板两边休息 我们请王晓峰杜子健 谈钱不上感情 老度写好了 请揭晓 王晓峰写好了吗 好 一边开的是120块钱一天 一边给的是4000的月薪 有什么要问的 没有 那个丫头 我想先给你道个歉啊 刚才我们争吵浪费你面试时间了 但是你对现在这个薪酬 我真的没想到那么低啊 我不是要哄抬什么 你觉得这样的面试结果 跟那拍一下有关系 还是跟我们争论有关系 我觉得本身可能我带来的争议性吧 其次我既然是实习生 我不懂得很多 所以我当时来节目前就在想 薪水就是我 找的薪水就是我交的学费 可以的 好 好 给你15秒钟时间 考虑